全红缠澳门之行意外发生 网友 这一幕太出乎意料 这位年仅17岁的跳水天才 在10月27日凌晨的一条社交媒体动态 瞬间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热议 他的动态 简短却充满力量 仿佛暗示着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 澳门这座历史悠久 繁华璀璨的城市 因全红缠的深夜发生 而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在这里 光影交错 纸醉金迷 而他却像一只在夜色中 翱翔的孤鹰 敏感而脆弱 人们都在猜测 他的这次澳门之行 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隐藏着怎样的情感 自东京奥运会一战成名 全红缠以他的冷静自若 和灵动的舞姿捕获了无数人的心 那一刻 他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光芒万丈 仿佛无所不能 可是 成为公众人物的代价是巨大的 在光环背后 潜藏的是无形的重担 他的每一次公开露面 都被公众放大 每一次微笑背后 可能藏着一份难以言说的孤独 在这次澳门之行 他的身影似乎格外耀眼 而在繁华的背后 谁又能真正理解他的心情 澳门的夜色 璀璨如星河 璀璨的霓虹灯映照出他年轻的面庞 却也照不亮他内心深处的黑暗 网友们的期待与关注 如同重重压力压在他稚嫩的肩上 这条动态的发布 像是他与世界沟通的一扇窗口 亦或是他内心挣扎的一次无声呐喊 是简单的旅行记录 还是无意中流露出的心事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交媒体时代 每一个动态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特别是全红禅这样备受瞩目的年轻明星 他的每一句话 每一张照片都被无限解读 当夜深人静 喧嚣的城市逐渐沉寂 全红禅的动态如同一缕威风 轻轻拂过无数人的心田 深夜发生的背后 是否隐藏着他对生活的思考与感悟 或许这是一个孤独少女的情感宣泄 也可能是他对未来不安的表达 在闪耀的舞台下 他与自己内心的对话 或许比任何公众活动都更加真实 他的身边是灯红酒绿的繁华 是令人羡慕的成就 然而在这片光鲜的背后 深藏着的孤独感 是否让他难以承受 年少成名的全红禅 是否也会在夜深人静时 感到一丝心慌 这种反差 让他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 也让人更能感受到他所承受的压力 许多评论者已经开始担忧他的未来 心理学专家提到 年轻的运动员往往在成名后 面临巨大的心理挑战 全红禅在跳水台上的勇敢与果断 能否掩盖他内心的脆弱 他的发生 是否是一次自我救赎 或是对自身困境的深刻反思 这座充满抑郁风情的城市 在全红禅的旅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是简单的放松 还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当他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眼前是流光一彩的霓虹与悠扬的音乐 耳边则是游客的欢声笑语 可是身处其中的他是否能够真正享受这一切 或许澳门的繁华为他提供了一个短暂的逃避 但逃避能否治愈他心灵的伤口 在这座城市的喧闹中 他能否找到片刻的安宁 或是迷失在其中 变得更加孤独 这样的矛盾 让他的旅程充满了反差与张力 网友们的评论各异 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不必过度解读 而在深夜的城市中 一个年仅17岁的世界冠军 生活真的能够如他所表现出来的那般轻松愉快吗 还是那句古老的谚语 光鲜的表象下 往往隐藏着更深的伤痕 面对全红蝉的未来 很多人都充满担忧 他的成功与压力相伴而生 掌声与孤独交织在一起 年轻的他 是否能在光环与期待之间找到自己的道路 对于许多年轻运动员而言 成名之后的迷茫 常常让他们倍感无助 自我期待与外界期望之间的矛盾 犹如悬在心头的利剑 随时可能刺破他们脆弱的内心 全红蝉的深夜发声 让人们看到了年轻运动员所承受的压力 作为一个明星 他的每一步都在聚光灯下 他的情绪与想法也被无限放大 难道他只能微笑面对所有的期望 而不能展露脆弱的面貌 在这个人人皆知的舞台上 真正的他又会是什么样子 全红蝉的故事 让人感受到年轻人所承受的孤独与挣扎 他的微笑掩盖了许多难言之隐 而他的跳水表演更是将他的内心世界通过每一次入水的瞬间传达给观众 每一滴水花的绽放 仿佛都在述说着他的心声 即便在压力中 我依然努力追寻自由与快乐 这趟澳门之旅 或许不仅仅是一次放松 更是一次心灵的探索 全红蝉在这繁华喧嚣的城市中 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 他渴望在舞台之外 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 每一次深夜的发生 都是他与世界沟通的方式 也是在向人们诉说他内心的脆弱与坚韧 全红蝉是否曾想过 如果可以选择 他会不会愿意回到那个不被关注的小村庄 享受简单而纯粹的快乐 在光鲜的外表下 他的内心或许也渴望简单的幸福 这个世界对他的期待如同巨石压顶 而他只希望有一天能够轻装上阵 追寻自己真正的梦想 深夜发生 背后藏着什么 这是网友们共同的疑问 也许正是这一句简单的话 蕴含了无数人对他的关心与期待 全红蝉所代表的 远不只是一位年轻运动员 更是一代人对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深思 未来的路在何方 他又将何去何从 全红蝉在澳门的深夜发生 或许将成为他成长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无论是继续在跳水台上追寻辉煌 还是寻找内心的宁静 他的每一步都将被铭记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他能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放下所有的压力 勇敢追寻心中的梦想与自由 不过最有意思的是 在永历皇宫酒店晚宴时 全红蝉更是展现了他独特的魅力 与主厨和酒店董事长 陈志玲的亲密互动 成了这一晚最亮眼的风景 蝉宝轻松坐在桌边 面带灿烂的笑容 显得如此自然 他的双手在桌上灵活的舞动 认真地教主厨如何调制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粉丝 这一幕仿佛是一幅生动的画卷 描绘着他与澳门这座城市之间的深厚情感 即使他自己并未吃上一口 却依旧乐此不疲 享受着创造与分享的过程 无疑 这不仅仅是一顿晚餐 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 一场心灵的交流 全红蝉以他特有的方式 将中国传统美食的精髓 带入了这个现代化的酒店 他的每一次半粉丝 每一个笑容 都仿佛在向在场的每一个人 诉说着祖国的荣誉与自豪 全红蝉不仅是竞技场上的王者 更是这片土地上的骄傲 他的举手投足间 流露出一种不言而喻的自信与优雅 让在场的人无不被感染 随着全红蝉的指引 主厨小心翼翼地将粉丝放入碗中 他对调料的搭配十分讲究 禅宝不仅亲自演示 还热情地与主厨探讨 如何使每一道菜品更具风味 他那认真专注的神情 宛如在赛场上全神贯注的状态 仿佛每一根粉丝的半盒 都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挑战做准备 主厨在他的影响下 嘴边挂着微笑 仿佛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 两代人因美食而结缘 这种情感在瞬间交汇 这粉丝的味道真好 我感觉到了祖国的荣誉 主厨一边享受美味 一边感慨地说 话语中饱含着对全红蝉的敬意与欣赏 此时的蝉宝 眼中闪烁着骄傲的光芒 作为史上最年轻的三金王 他不仅打破了众多记录 更将无数国人的期待与梦想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每一次进步 都是对祖国荣誉的再一次升华 而就在这欢快的氛围中 一些网友的声音却悄然响起 全红蝉坐着用餐 身边是高高在上的董事长与主厨 一时间引发了热议 有人批评他没有站起来 认为这是一种失礼的表现 甚至有人建议他应该学习一些基本的礼仪 这些评论如同冷风一般 打破了原本温馨的氛围 蝉宝就是蝉宝 他不需要迎合任何人的期待 许多粉丝开始为他辩护 认为他的真实与真诚 才是最珍贵的品质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难得有一个人能够如他般坦荡 毫无包袱地做自己 他的可爱与善良 恰恰是他能够赢得无数人心的原因 对于全红蝉来说 真正的美并不在于迎合外界的标准 而是在于保持内心的纯真 在面对质疑时 他始终保持微笑 温暖而坚定 坐在桌边的他 仿佛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不为外界的风言风语所动摇 他的微笑与自信 正是对那些批评生最有利的回应 晚宴进入高潮 全红蝉与主厨的互动愈发热烈 他在调制粉丝时 竟然为这道菜加入了雪梨和醋 展现出他独特的口味与创新 这样的大胆尝试 让主厨不禁赞叹 这简直是天才的创意 在这一瞬间 蝉宝不仅是一个运动员 更是一个热爱生活 热爱美食的普通女孩 他的贴心举动让人感动 在看到主厨品尝时 他关心地询问 味道会不会太辣 那一刻 所有的在场者 都被他的关怀所打动 无论是在赛场上 还是在生活中 蝉宝始终以温暖的心态 面对身边的人 这样的他 宛如阳光般温暖 照耀着周围的每一个角落 在合影时 他一如既往地摆出剪刀手 笑容灿烂 每一张照片 都承载着这个夜晚的 欢愉与珍贵 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聚餐 而是他与这个城市 与这个时代的深情连结 即使在欢声笑语中 他的心中依然装着 对运动的热爱 与对生活的思考 尽管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声音 但全红蝉依旧如一股清流 在纷扰的世界中坚持做自己 他的存在 让大家看到 一个年轻人的坚韧与勇气 作为公众人物 他并不需要刻意迎合他人的期待 反而以最真实的自我 展现出独特的光芒 正是这种真实 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全妹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